YSL官方最新宣布其新享水大使是迪丽热巴 此次赢得时尚品牌的青睐 与它这一两年在荧幕前的活跃程度分不开 自出道以来 迪丽热巴就以独立率真的形象 出现在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中 尤其是以今年已经上映和即将上映的剧集来看 迪丽热巴算得上一线小花中的劳魔了 今年年初就爆出了迪丽热巴 江主演《三生三世诊上书》这部剧 讲述的是他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中世演的角色白凤九和太陈公尊神东华之间 两千年的纠葛情缘的故事 有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人气铺垫 《三生三世诊上书》 让巨迷十分期待 迪丽热巴五官立体 他的古装扮相往往多了一份精气 在烈火无歌中他扮演灵动活泼的女主 而作为是难过演技和睁大眼睛呆呆的表情 遭到了大家的非议 好多人说看了几集就想气了 不过耐心把整部片子追下来 随着人物角色的成长 热巴的表演方式也开始渐入佳境 坐拥上千万粉丝的迪丽热巴 他的号召力也让该剧的播放量破了几十亿 话说大萤幕装得下你的美的同时也会毫无保留的暴露你演技的缺陷 迪丽热巴与郭晶飞搭档主演的爱情喜剧片 21克拉就印证了这一点 看过电影的网友表示 热巴的这距离还是老套路 被人称赞的脸放在大萤幕下也不耐看 台词公立跟男主义对比显得很弱 看不到他演技上的突破 在最新一部 他与邓伦搭档主演黄金强荡剧1001夜 迪丽热巴的傻白甜式演技又为观众诟病 有人说迪丽热巴的演技恨发挥 有时候你觉得他演出了人物的精髓 有时候又会被他稳定的流于表面的演技吃惊 关键还要看演对手戏的是谁 在综艺上吸粉无数的迪丽热巴 让很多人陷于他的人品 迪丽热巴在众多90后小花中 有着独特的外形条件 有性格的加持 再加上后天的资源 这驾驶是要赶超老板杨幂去吗 他的新综艺新武林大会快要播出了 能不能有新一轮的综艺吸粉呢 接下来迪丽热巴还与豆瘦打打 主演神话爱情片日月 中少女嫦娥一角 这传说中的神仙角色 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